大学生娘,如何脱单? 看到我的标题就知道今天我要来分享 学生如何摆脱单身的生活 再看这个影片的单身朋友们 来,看我这个影片 祝你早日脱单成功 努力share这个影片出去 你脱单的机会就越高 那脱单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那脱单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 外貌啦 你可能会觉得,嗯?那么现实吗? 难道谈恋爱只看外貌了? 是,确实,外貌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是那么的现实的 因为外貌是别人对你的第一个印象 你也不需要长得多漂亮啊 长得好像刘亦菲啊 流湿湿这样子啊 但是你的仪胎 你给人家的印象是干净啦 准齐的呀 非常阳光,正能亮的 而不是那种很堕落 很邋遢 你的脸总是摆在那种全世界尖 一把罐这样 那种脸 那其实大学呢 少少都有三到四年的时间 其实足够让你脱胎换骨了 所以你想要脱胎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应该要多多注意自己的穿搭 找到自己的风格 你不需要去追求什么名牌啊 什么最流行的 你可以找到你的自己的风格 好像你可以学简单的化妆啊 穿搭可搭配什么样的发型啊 那还有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皮肤 因为一个人的皮肤呢 有时候可以间接的反射出你的生活的形态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的皮肤很好的话 当然会给人家更好 第一个印象就是呢 那有些人会觉得 哎,保养品太贵了 我们怎么可能能买这样贵的东西呢 那我们就来从最简单的做起 比如少吃煎炸的食物 多运动 培养健康的生活品质 多多爱你自己一点 也是提升自信的一种哦 人家就说这个世界是没有难看的人 只有懒惰的人哦 那如果你的外貌呢 已经是让人家觉得很干净很整齐啦 那接下来你就要注重你的社交圈 但是大学呢 我们朋友的来源可能多数来自于 朋友的介绍 社团的活动 同班的同学 那比较窄的人呢 其实也可以尝试线上交友等等的 那当然线上交友呢 是有一定的危险啦 如果你线上交友的话呢 你的眼睛就只要打开啊 打亮一点 不要随随便面跟陌生人出去啊 不要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他叫你follow照你就follow照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哦 朋友们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因为太dry了 而忘记爱你自己 OK 你是你父母的宝贝啊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伤害你的 OK 那你有了社交圈 你就可以适当的展现你自己的魅力啦 自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那当然自信的骄傲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 你要适当的表现你自己不要太急着 因为这样反而会让人觉得很压力啊 很不舒服这样一定要好好的塑造好自己的形象先 适当的展现呢比如说 你是个有能力的人 你是一个幽默的人 你是有主意的人啊 还是有爱心的人啊 还是你非常热情 记得记得一定要适当哦 不要一开始认识到人就把你全部都展现出来的 这样子会吓到人家的哦 当然展现自己呢不一定是要在别人面对面的时候展现啊 现在我们有Instagram Facebook 各种的social media都适合让你适当的展现你自己 那认不认识你的人都会通过社交媒体呢 来小小的认识你是一个大概是怎么样的人 一样的你也可以用这个社交媒体去认识人啊 你可以去follow你觉得这个人好像不错哦 可以进一步的去认识哪个人 让你们之间更进一步 既然有外貌有了社交圈 那就来到了交流的环节 那交流呢一定要有话题对不对 那来到的交流环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啦 那我觉得回复IG story也是一个蛮不错的话题和交流 那在回复story这个过程中呢 你可以带入别的话题 从中有更深的交流 那这个也可以引起对方的兴趣 那当然你在回复人家的IG story的时候 你当然已经要做一点功课啦 你可以关注他平时大概是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啊 兴趣啊等等等的 那如果有些人就是比较少玩social media的 你就可以分享一些meme的图啊 一些搞笑的啊 一些趣事来打开这个话题 你也可以分享这个video给他看哦 你也可以夹夹问他 你觉得大学脱单容易吗 你觉得这个人的影片 讲的有没有point 啊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打开到你们的话题 那找话题你一天可能试着找一个两个 ok够了 如果人家都没有说很想要回复你的话 那你也要适当的去跟人家聊天哦 不要让人家觉得回复你是一个压力的时候呢 那就不太好了 你要自己去了解一下 这个人是否愿意和你继续的聊天 记得不要硬硬聊不要尬聊 如果没有话题呢 就停止那个话题 那聊天的时候你也要保持一点神秘啊 一点距离啊 有一点欲擒故纵的那种感觉 不要说那种别人问你什么 你就回答什么 这样的话你们就没有一个connection这样的东西 就是好像考试这样 你问我答 那这样你们之间很快呢 就会没有话题 然后就会很尬聊这样 那如果换成别人回你 嗯哦 哈哈哈哈 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立刻停止那个话题 或者换一个话题跟他聊 当然就像我前面讲了 一天里面不要有太多的话题 一个两个你觉得太尴尬了今天的聊天 那你就不要再聊下去了 你可以试着过一阵子再来找他继续聊天 那聊天的过程呢 你们可以使用一些表情包 很好笑的啊 还是很可爱的啊 就可以活跃一些聊天的气氛啦 那如果你们已经互相慢慢的熟悉过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开聊啦 学习一些聊天的套路 如果你认识的那个人呢 是比较热情的啦 可能这一步你就可以提前 怎么学习聊天的套路呢 这个你可以在网上学习啦 其实有很多种 但是 一定一定不要聊得太油腻 如果你不会拿捏撩人的那些分寸 我建议还是不要去撩人了 因为会很尴尬 会让人家对你的影响直接 那在一段时间的交流过后呢 是时候行动啦 我们可以适当的关心对方的生活啦 例如你可能可以加加跟大家讲 哦我今天要去哪里哪里吃早餐 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打包给你 还是你的朋友 如果你约对方出来的话呢 你可以带上你自己的朋友 还有叫他带上他的朋友 因为如果一开始两个人单独出来的话 是很容易尴尬的 那如果有朋友的伴随呢 可能就可以减少一些尴尬啦 然后加上如果你的朋友哦 是不要散发散发的 他们又可以骑哄你啊 然后你们两个人就会慢慢的 嗯 你知道吗 那可能有好几次 这样震惊的接近过后呢 你们就可以慢慢私底下约出来咯 因为你们已经在现实中呢 已经能非常融洽的沟通了 可以慢慢的约啊 诶 有一部新的电影 你想不想去看呢 啊我想要买这个东西 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看看呢 给我一点意见 那这些东西呢 你都要注意时间跟场合 不要让对方尴尬 尴尬是一个很尽量尽量的去避免吧 因为尴尬真的是 嗯 不知如何是好的意思 那我就相信 这样子慢慢的行动呢 交流呢 你们的爱情也会慢慢的萌芽啦 那其实爱情呢 是两个人非常舒服的状态 如果一方面不舒服呢 那其实这个爱情呢 嗯 就可能有一些问题了 很多上了大学的朋友们 会特别的着急想要去谈恋爱 就会觉得 哇我在这边 就是要找到女朋友 就是要找到男朋友 那其实爱情呢 多多少少是有靠缘分的 就是三分天注定 七分是靠努力的啊 有时候你太着急呢 你找到一个不适合的 那其实反而会弄巧成拙啦 你不需要急着去改变你自己 你就做最好状态的你 那有一天呢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 愿意包容你一切 全心全意爱你的那个人 那当然这句话也不代表 你可以把那个包容当做是理所当然的啦 爱情它是一门深奥的功课 如果你有兴趣听我讲 关于爱情这门功课如何学习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或者按赞哦 那其实我以上说的那几个步骤呢 我们还需要增加和对方的交际 还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啦 这样呢才会有感情的基础 还有呢 一定一定要有一方呢 是正式出来告白的那个 或者你们两个人已经非常确定了你们的关系 那最后呢 希望大家都能收获一段美好的爱情哦 我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觉得我收得好还是不好的话 还是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我们下次见 拜